第四集 寶石爵戰 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樣那 這次來到我們這個荒野亂鬥的第三集 那荒野亂鬥主要的模式 有這四個 這四個我在第一集都有介紹過了 就荒野亂 生死鬥的單人雙人 然後寶石爭奪戰跟亂鬥足球 那這次我們第三集要來介紹我們這個寶石爭奪戰 所以前面四集我們就是介紹我目前有這三個模式 然後接下來後面幾集應該是會以荒野生死鬥的雙人 跟這個亂鬥足球為主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這個寶石爭奪戰主要是三對三 然後中間像這個就是會產出這個寶石的 然後我們就是假如死掉之後呢會被敵軍搶走 就是敵方搶走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不要被搶走 現在現在我們就要退 我們現在有一顆寶石就是我身上這一顆就是 不要被打不然就會被搶走這樣子 現在我們現在已經有三顆了 然後我們中間這邊就是先保護好自己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等一下就是等他們有寶石再躲 那我們現在有人過來我們就可以去慌慌的打他們 然後呢不要死掉 所以你死掉三顆就是他們也可以撿 就是他們也可以撿 然後呢他這個 假如走太近的話他們其實 我其實是沒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像這個人他會丟東西我們就要先把他打掉 這樣子我們就比較安全 OK我們現在八顆了 我們現在八顆了 我們八顆了 我們八顆了 我們八顆寶石了 九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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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這個九顆了 我覺得這一局他們的人主要比較路易 所以呢就比較容易 因為我剛剛自己有先試玩一局 那一局的話其實就直接完全死的很慘 尤其是剛剛那一局就是原本是他們的嘛 然後他們很厲害的人被打死之後呢就變我們了 然後結果因為我剛後來有減到 然後結果被打死之後呢就是 那那個全部都是又被他們拿回來的 那像這一局的話我們勝利 所以獎盃是加八 然後我這個角色獎盃也有自己做增加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下一局囉 那我在第一局有講過就是 他這個地圖他是一天換一次 然後不能選 除非你是自訂房 就是你跟你的好友對戰 才可以做選地圖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等一下 因為還差一個 那我們先等一下囉 欸有了慢了慢了 想說先幫各位做暫停的部分 這樣子才不會太無聊 結果馬上就有人 那這次我們一樣就是角色不變 哇這個人強 這個人他的角色是直接可以的 像是講那個寶石數1比1 現在變成1比1 好 我們現在要打掉他們有寶石的 給他們撿就好 我們就旁邊這樣助攻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有效率的 旁邊這邊打下去 喔 他躲但是草叢完全沒注意到 猜目前寶石數量4比2 這局還蠻有競爭的感覺喔 有點小吃雞呢 欸我開大招了欸 可是他的三顆鑽石 他們對反而目前是領先的 就是有點危險 喔又死了 閃了呀他們10顆寶石到不計時了 我們要想辦法搶回來呀 不然的話真的會死自己 啊吃了 8比3 8比4 不要他們 因為他們10顆寶石之內 那個有15秒 可以做搶回來的步驟 所以呢其實你要搶的話 你就是 要10顆然後撐住15秒 這樣子就會贏 但這局的話我前面目前就 幫忙防守 然後雖然就是要保護 我們這個我們隊的 這樣子寶石 才不會被拿走 這樣子 那7比8 差1顆寶石而已喔 8比8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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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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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 2 第一局是他們完全沒辦法進攻 所以我們是直接打過去 那這局剛剛還蠻刺激 就中間的部分有點緊張又有點危險 然後一開始我就在旁邊這樣子幫他們助攻 然後後來就是我自己已經開始慢慢的打了 也慢慢的學會 那各位觀眾我們這個光野亂鬥 第三集這個普老師爭奪 但就先到這邊 那我目前總共獎盃299了 然後這個角色獎盃130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各位觀眾我們就下一集黃野亂鬥再見囉 大家再見掰掰 輝珍 我們跟我們稍微有些什麼ği 黃野亂鬥